家有这两生肖富贵连连,小人不尽,七月大网大发,生肖猪,生肖龙。 生肖猪,生肖龙的朋友命格之中暗含相声,互为贵人福星,如果是一家子,既能招财,又能顾财,小人不尽,七月大网大发,富贵连连,不紧不冲杀,更能形成生财向上之力,家财不出门,富贵连三代。 七月财气会开端上升,还简单收获横财,使自己的开战开端取得转机。 七月开端完全词别低谷,事业上从头绽放火力,工作上变得风生水气,身旁盈利的时机也开端增加。 生肖马,生肖羊。生肖马,生肖羊的人一生互相注意,命理和顺,性格之上极为相似,生活和睦。 家庭生活喜运连连,如果互为家庭关系,家财日盛,小人不尽,七月大网大发,富贵连连。 灾难不进门,可谓是福禄受财四全。 七月有诸子协助,事业上运营得十分顺遂,更是有财星入命,除去事业会不时向好。 买卖红火之外,财产收入也有巨大的潜力。 生肖狗,生肖虎。生肖狗,生肖虎的人各自都是各自的贵人和福星,有苦意起抗,有福意起下。 家庭生活和睦无比,这样的家庭容易富贵。 如果其中有一对夫妻,则是注定的百年好合,就连自己的下一代也能享福。 在七月注定大网大发,富贵连连。 七月财产收入会有大的增加,生存有了很大的发送,进入七月后财星开端进入命宫。 好运来袭,横财大运也会来临。 生肖龙,生肖蛇。 鼠龙的人自带贵气,福泽身后,天生好命数。 鼠蛇的人也不差,同样是命里多福,一生顺遂。 他们气运气和,天生就是互助互望的一对,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,互为贵人。 更能形成龙盘蛇的迹象,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运势。 而且无论他们是什么关系,只要在一家屋檐下,他们两个人的运气都会非常的红火, 必定能使得家门日渐兴旺。 而如果这个关系是母子或者父子,其家庭富贵的速度则就会更快。 生肖鼠,生肖鸡。 鼠年出生的人,智商超群,才华横溢,能力非凡。 鼠鸡者不仅天赋十足,而且命中藏财,与钱财有缘。 此生致富道路注定一帆风顺,没有很大的坎坷与阻碍。 因此有这两个属相的人在家里,他们能在生意中如鱼得水,凭借能力赚的盆满锅马, 还可以把钱财存下来,理财能力极强。 所以有这两个属相在家里,家门永远兴旺,只富不穷。 生肖马,生肖狗,俗话说,正养为马,偏养为犬,家中同是游蜀马和蜀狗人, 可谓是喜上家喜,如虎天衣。 蜀马人和蜀狗人天生互为贵人,性情相投也有互补的一面, 若是夫妻,夫妄妻贵,事业场上必有财,而如果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, 则父辈妄子女成龙凤,家门之中常有欢笑。 子卑父辈仪式碌碌有贵人,想不完荣华富贵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时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进,孝口敞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富佑。 七月份顺风顺水顺财运,福多运多惊喜多的生效。 生孝兔,生孝兔的他们七月财博功德习子吉星庇佑,受此好运影响。 有望摆脱早前一段时间发财受打,偏财真的差的状况,到时候运势上上签,钞票如雨。 逢六发财逢九中奖,定能喜事连连。 此外对于少数数兔的朋友来说,虽然目前事业上挫折较多,但是通过不断创新并多加思考。 待天时地利人和知识,不久的将来事业稳步众生。 生孝龙,大多数的人都说,生孝龙有大富大贵之命,可实际上很多生孝龙的人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。 其实这都是因为运势未到所致。 七月生孝龙因为命中有天解极星坐镇,不仅运势变得旺盛,财运也随之大力,让生孝龙能够轻松地赚大钱,收获无数财富。 生孝虎,属虎的朋友七月福德功德天赋即兴照耀,因此好运,有望一改较长一段时间赚钱受阻。 运气较差的情况,届时好运势不可挡,偏财运非常旺盛,万事都将顺利大吉,大奖进门,步步高升。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属虎的人而言,虽然目前工作麻烦不断,但是通过多培养情商和能力, 随着眼界提升和人脉开拓,今后工作上能够有较大的突破机会。 生孝蛇 生孝蛇来在七月财运总算是扬眉吐气,旺盛如火。 这个七月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,同样是有大丰收,工作上有加薪,有奖金。 买彩票乐透还有机会中奖,虽然金额不大,但也算是收获了。 这个月财运虽然是大旺,但是在投资方面就要多多注意了,一定要先看准形势, 看清楚市场情况才好投放资金,选择分散投资,或许请教专业人士,这样就比较稳妥了。 生孝蛇 七月份生孝蛇的好财运,主要得益于工作,工作去得好成绩得到领导上市。 为你带来丰厚的奖金或是加薪的好机会,金钱财得已有上涨的趋势。 财运收获大,就有了多余的钱可以存下来,建议你们好好做一下理财计划。 还有就是这个月你的偏财运欠佳,还是少碰博彩之类的,好好保管正财才是最佳制度。 生孝蛇 生孝蛇七月份财运也是非常不错,但是你的钱财主要来源不是正职工作,反而是一些兼职让你赚了不少。 这个月你的工作状况欠佳,工作业绩有所下降,才让你不得不从兼职中下手。 这个月比较适合跳槽,如果生孝蛇想要换换环境或是找寻新机会突破自我的话,跳槽能让你度过困境,还能帮助你增加收入,赚得更多。 生孝蛇 经常在祈福,可能是属猴人对神灵祈福了,所以属猴人人的心愿便达到了,因为他想要赚更多的钱。 因为神灵也开始显灵了,可以给属猴人更多的祝福,还有更多的财运。 这也让属猴人特别的开心,他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有回报有收获的,是值得的。 生孝狗非常有能力,属狗人是一位特别注重的人,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是最重要的,如果依靠别人的能力,那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? 他不是一个坐吃山空的人,他也不是一个想要靠别人努力的人,所以属狗人只靠自己的能力。 但他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,能够给他带来很多的财运。 生孝鼠,不为钱苦恼。 属鼠的人对于金钱特别上心,而且喜欢斤斤计较。 在生活中和工作上,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。 对于他们来说,金钱已经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已经深深烙印在骨子里了。 这样的性格会令他们积攒很多金钱,以备不时之虚。 这样的人即使进入低谷,也不会出现破财的情况。 而且他们的赚钱能力很出色,或许在别人眼里他们特别小气,其实不是的。 他们很容易把握好自己的机会,令手里的金钱越来越多,所以不会为了钱而苦恼。 男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